何女士 关于丽锦这点 您就不用担心了 你知道轻重就好 不是我说 丽锦这样人品败坏的演员 你就是用了 后期给作品抹黑可怎么办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不用你为我好 毕竟我的这部剧 也不会再放在卫星电视台放了 想必以后 但凡是我参演的电视剧 何女士也是看不上眼的 小唐 通知下去 以后但凡是想要和我约剧的导演 加一条前提 我出演的电视剧 绝对不会放在卫星电视台播放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剧本不要递给我 你们都是被力警给迷住了 你倒是好手段 我的手段 怎么比得上你身后这位呢 裴婉 表姐 把她当枪使的感觉 怎么样啊 也不知道这位是你的谁啊 你给她灌输了什么样的思想 让她觉得 我人品败坏了 但是现在 她这个处境 算是亏大本了吧 你这么出淤泥而不染的一朵小莲花 怎么就不知道出来劝劝呢 毕竟 我猜 起因都是为了你 不是吗 长辈都在这里 哪里有我们插嘴的份啊 表妹 我要失去了你的教养 行了 这里是我的句子 我的句呢 也不会放在你们台播 赶紧带着你的小白脸走 啊 走 对了 何若云 你不接触电台的事情 所以可能不清楚 你今天损失了多少 但是呢 但凡你还有一点自尊心的话 你就让你老公 不要打电话来挽留我 我会觉得很烦 你管好你自己 不要哭着来求我们就好 立景 你欺负了婉婉 以后别再出现在 我们卫星电视台 和我们电台关系好的导演 也不会入用你 如果你聪明的话 就来找我们婉婉 给她道歉 然后把婉婉 喜欢的那款镯子给戴上 婉婉 我们走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立景啊 你也别在意 就当是个精神 不太正常的女人 放了个屁 咱们运气不好 正好闻到了 立景点头 内心也很感激卢盛男 不过 她看向于千凡 眉头皱成了一坨 这可怎么好呀 又欠了人家一个人情呢